大家好 那我们上一节课呢 我们讲了这个债券的价格和收益 然后我们在债券的价格和收益当中呢 我们首先是对债券的定价问题进行了讨论 然后呢我们又去讨论了跟债券相关的 它的收益的一些衡量方法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债券的风险 包括我们债券风险当中 最主要的风险呢其实是利率风险 那么我们的利率风险呢 我们上一节课讲到 对于利率风险 我们是可以通过两个指标来进行衡量 那么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讨论的这个突七 然后还有一个呢 一个是九七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突性 那么这两个指标呢来进行衡量 好那么我们这一节课呢 就是在我们之前的基础上 我们来看一下债券的利率期限结构 因为我们研究了债券的话呢 本身我们是想基于它的定价 基于它的收益 基于对它的利率风险 就是利率敏感性的一个分析 然后我们来进行恰当的一个投资决策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利率的期限结构 那么利率期限结构这一部分呢 我们主要是从三个章节来展开讨论 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收益率曲线 因为咱们的收益率曲线 关于收益率呢 我们在上一节课其实已经讨论了很多 不同类型的收益率 当然之前咱们大家在前边章节的时候 我们也有学过不同的收益率 那么它的标准呢是不太一样的 好 然后第二节呢 我们讨论一个叫远期利率 我们从字面上来看 这个利率呢 当然它是英文直译过来的远期利率 也就是说它肯定不是现在的 不是当前的 是类似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利率 那么这个利率对我们进行投资决策呢 就是非常的重要 可以告诉我们一个未来的一个利率的走势 我们通过这个的分析 好 那么然后呢 我们会来看一下这个期限结构理论 就是我们的收益率曲线呢 在通常我们会发现收益率曲线 会呈现不同的特征 那么它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一些特征 然后我们从这个理论上 对它进行解释和讨论 好 那么我们下面呢 首先就来看一下我们的收益率曲线 收益率曲线这一部分呢 我们首先就来看一下收益率曲线 它的含义 形状 然后还有呢 利率曲线结构 怎么去估计 好 那么收益率曲线的含义 和这个形状这里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收益率曲线呢 它在英文里边直译的话呢 就是eared to curve 然后呢 我们关于这个收益率的信息 或者是债券定价的信息呢 大家其实是可以通过 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些 这个证券的软件 或者说我们很多的网站 然后是可以获得这样的价格的信息 然后还有这些债券价格 债券的它的一些基本的特征 比如说它的期限 然后面值 票面利率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特征 那都会有的 好 那么我们说这个 在讨论收益率曲线的时候 跟我们在上一节课 我们讲到 这个到期收益率呢 是有点不太相似 我们在上节课 讲到期收益率时 我们在这个债券发行的时候 那么我们来计算一下 它到期根据它的票面利率 市场的贴线率 然后最终我们能够获得的 一个收益率的情况 所以我们在 到期收益率的计算的时候 我们用的那个时间 其实是从发行日 或者说季昔日开始 然后一直到它的这个 到期日为止的 这个时间间隔 然后作为我们的这个期限的 那么我们在收益率曲线当中的话呢 那其实我们讨论的是什么呢 在收益率曲线当中 我们讨论的是不同的剩余期限 那么这种债券 它的收益率的这个情况 那么我们所讨论的剩余期限呢 当然就跟咱们说的发行期限 不一样了 剩余期限啊 就是我们一个债券 从今天或者是从某个时刻开始 到它到期日为止的这个期限 那么我们称为是剩余期限 好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里是一个 例子08年的一张这个国债 然后这张债券呢 它是在08年2月1号来发行的 然后它真正的继息日是从2008年的2月13号开始继息 假如说它的到期日呢 我们说是2015年的这个2月13号 那么我们很明显的就能看到啊 它的发行的这个期限 或者说它的到期的这个整个的期限呢 应该属于是这个7年啊 然后呢我们的假如说我们的当前时刻 现在是09年的2月13号的话 那么我们就称这个2009年的2月13号这一天呢 那么这支国债它的剩余期限呢 就是6年啊 就是我们从09年2月13号开始 然后计算它到到期日之间的这个时间 是我们所说的剩余期限 好 那么根据我们前边呢 我们有讨论过债券的定价啊 在债券定价公式里边呢 我们根据这个这个票面利率 然后到期的时间 然后我们可以计算到期的收益率 那么类似呢 我们有这个剩余期限的话 我们也可以计算出来一个收益率 然后进而呢来画出这个叫收益率曲线啊 那么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 我们前面讲的债券定价啊 我们在讲定价的时候呢 我们使用这个现金流贴线的方法来进行定价的 那么在定价的时候 我们这块左边是我们的债券的价格 右边呢是 首先第一部分是我们的每一期的利息的贴线之和 然后第二部分呢是我们的面值的贴线 那么我们大家再看一下 在这块贴线的时候 我们是把每一期利息贴线的时候 它的这个贴线率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R对吧 但是我们可以就是稍微考虑一下 在我们的市场当中 比如说我们今天今年的这个市场利率和明年的市场利率 那其实呢它是会有变化的 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宏观经济啊 还有我们的政策因素的影响 或者是国际市场的影响 都会使得我们这个贴线率呢 它其实是会随着时间会发生改变 那么另外呢 这个贴线率 或者说我们在这块把它称为是到期收益率 那么这样的一个数值呢 它还会随着在某些情况下 随着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的债券这个期限是 是一年期的还是十年期的 那么这个数值呢 它也会有差异 但是所有的这些差异呢 在我们之前讲的债券定价的时候 因为我们就是一开始呢 做了简化处理 我们所有的在这个债券定价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考虑 它的贴线率是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 就是一个固定的贴线率 在我们计算定价的时候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就是说刚才我们做了分析 也可以看到啊 这样的一个固定的贴线率呢 其实并不符合实际 那么我们下边呢 可以来看一下哈 这一张图 那么这张图呢是 这个不同时期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曲线 当然这个最左边这一张呢 是它16年1月份 这个应该是具体到某一日的可以啊 然后呢第二张是09年11月份 然后第三张呢就是2000年的 然后再往后 再往最后第四张呢 就是它这个八几年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不同时期 那么它的收益率曲线 我们所说的收益率横轴是7线 然后纵轴呢是收益率 那么可以看到啊 在这个第一张图当中 它几乎是一条水平的一条 收益率曲线 然后在我们的第二张图当中呢 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有一个上升的趋势 然后第三张图呢 一个下降的趋势 然后第四张图呢 有一个啊 中间有一个啊 托峰式的抖起的这种啊 利率期限结构 那其实我们在这块 选择的这么四张的利率期限结构呢 是呃 这个收益率曲线呢 是我们非常典型的四种的 收益曲线的这种形状啊 这是美国的哈 那我们下面呢来看一下 这个是咱们中国的收益率曲线 啊 那我们这个收益率曲线呢 选择的时间呢 啊 我这里一块选择是 呃 这个可以看到 它用不同的颜色来标出来 那么我们的收益率曲线 在后边就是期限比较长的时候 那么它大概呢 都是比较扁平的那种啊 形状 然后暂时在这个前期 大概在20年之前 或者15年之前的话 那么期限是15年之前 我们会看到 它的收益率曲线的特征 就完全不一样了 有一些就是非常像这个蓝色的 直接就上去了 然后呢 我们那个红色的呢 可以看到它先上去 然后又稍微缓一下 然后再往上 啊 再上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收益率曲线的结构呢 啊 是不一样的啊 这是我们中国的情况 好 那么我们下边呢 啊 就具体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的这个收益率曲线 它是 呃 怎么样来 画出来的啊 然后这样的一个收益率 是怎么算出来的 呃 那么我们所说的 这个利率期限结构 就是我们这一章呢 重点讨论的内容 啊 我们指的是什么呢 特指的是 不同期限的零息债券的 到期收益率曲线 啊 因为咱们说那个 我们的债券呢 分为零息债券和负息债券 负息债券呢 我们知道它的票面利率 会有各种各样的差别 然后它的期限呢 也会有差别 那么这种票面利率的不同呢 就会导致它的这个 呃 收益率呢 也是 就是说我们的收益率曲线 画出来也会有不一样啊 包括我们的期限也有差别 呃 那么我们为了统一呢 我们在这块呢 就说我们去讨论 利率期限结构的时候 就统一同指的 就是零息债券的 到期收益率啊 那么这里呢 是不同期限的零息债券 好 那么我们又回到了 这个问题了 我们零息债券 在我们的市场上呢 其实是非常少的啊 我们大部分的债券 都是负息债券 然后投资者呢 可以每期来获得利息收入 然后到期来 获得本金和利息收入 那么我们说这个 呃 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负息债券 我们需要把它 怎么样给它转换成是 零息债券 然后来获得 这个不同期限的 零息债券的一个 到期收益率 好 那么我们这里 可以通过什么方法呢 就是所谓的叫 稀票剥离 或者说呢 我们有一些地方 又翻译出来是 债券剥离啊 我们所所谓的这个剥离呢 就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有负息债券 然后把这个负息债券 因为我们每一期都会有 这个利息的收入 我们把每一期获得的 利息收入 给它单独的拿出来 然后呢 可以把它看作是 一定期限的零息债券 啊 那么我们比如说呢 这里有一张 有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这里呢 是一个负息债券 然后呢 是五年期的 然后我们每年呢 是负息一次 好 然后我们的票面利率呢 是10% 面值呢 是1000美元 好 那么我们由此呢 就可以知道 我们获得了这样的一张 负息债券之后 那么我们每一期 每一年会获得啊 1000乘以10%的 一个利息收入 也就是100美元 好 那么我们总共呢 在第一年获得100美元 第二年也是第三年 第四年都是100美元 在这个第五年的时候 我们获得了100美元的利息收入 还要再加上1000美元的 这个本金的支付 啊 那么我们把这个 每一期 每一年的这个 啊 获得的这个现金流呢 把它单独拿出来 然后就可以看作是一张 零息债券啊 就是它在这个 比如说我们第一 第一笔现金流100美元 然后在这一年期之内 我们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收入 然后只有到期获得这个 啊 100美元的这个啊 现金流的支付 好 那么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 五年期的零息的这个 负息债券转换成是五张的啊 这个零息债券了 好 那么根据我们的这个啊 债券的啊 定价的方式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刚才的这个啊 负息债券转换成零息债券之后 它的这个定价公式呢 写成是这样子的 左边是我们的债券价格啊 那么这个价格呢 咱们是进行债券交易的时候啊 我们能够去获知的一个价格水平 然后右边呢 我们首先第一块 就是一加上Y1分子BT乘以RC RC就是我们的票面利率啊 然后呢 我们看到这是我们的第一笔的现金流 然后呢 它贴线 就是我们在第一年末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贴线率 或者说这个 这个到期收益率呢 是这个Y1 那么对于我们已经把它剥离成是零息债券的话 那可以看成是 Y1Y2到YN呢 分别就表示是 剩余期限是 1 2 然后到N的啊 这个呃 零息债券 它的这个期限啊 好 然后我们这个呃 根据我们刚才剥离的情况呢 我们债券的定价公式呢 就可以写成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 我们的每一张零息债券 它的这个到期收益率呢 都是不一样的啊 Y1Y2到YN 跟咱们原来直接对一张的这个复息债券定价的时候啊 我们的债券 我们的这个啊 到期收益率 统 统 统一 都是用这个R来表示的啊 那么可以看到呢 它是有区别的 好 呃 那下面呢 我们看一个例子啊 就是假如说 我们的市场上刚好有这么五只的债券 然后第一只呢 是一个票面利率是零的 然后期限呢 就是一年的 然后呢 呃 年复息次数是零 就是没有这个复息的 这样的一个啊 债券 然后那么它的这个价格呢 我们后边有列出来 然后下边呢 分别是不同期限的这个啊 债券 它的情况 然后有票面利率 还有年复息次数 因为我们在市场上 大家能直接获得的 基本上是我们的这个啊 就是半年期的 或者是一年期的零息债券 再往后 我们在期限再长一点的话 基本上都是复息债券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工作 就是把这个复息债券的 到期收益率 怎么样把它折算成是 零息债券的到期收益率 进而呢 来获得我们的 这个收益率曲线 呃 那么我们根据刚才的 这个定价公式呢 因为第一张 第一只债券的话 我们就是一个零息债券 所以呢 呃 它的到期收益率 价格和面值之间的关系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那么对于我们的 第二只债券的话 它是一张啊 复息债券 然后呢 我们可以根据 我们刚才那个定价公式 可以获得 它是这样子 然后一次呢 呃 写出来这么 五只债券 它的定价的公式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呃 这个五个债券当中呢 我们的呃 首先从第一个公式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 求得这个Y1 然后我们求得了 这个Y1之后呢 我们把它带入到 这里的第二个式子里边 我们就可以获得了Y2 好 那么这时候Y1Y2都知道了 然后再带入我们的第三个式子 一次就可以获得Y3 然后呢 Y4Y5 然后就 我们就可以把 不同期限的 零息债券的到期收益率呢 就全部都给它计算出来了 啊 好 那么我们计算出来之后 画出来的图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张图形 呃 那么它整体上的趋势呢 我们看 它是一个 呃 上升的一个趋势 呃 这样这样的结构 啊 这是我们的这个 呃 利率期限结构 好 那么我们在实物当中呢 啊 我们包括咱们在上一节课 我们已经接触了很多的这个 啊 收益率 啊 我们的收益率曲线呢 也有很多种啊 我们的纯收益率曲线 当期的这个 呃 债券的收益率曲线 到期的收益率曲线 包括我们后边呢 马上要讲到的 G7收益率的曲线 然后还有呢 远期收益率的曲线 那很多啊 那么我们这里呢 就呃 来重点来看一下 我们的首先是 这个纯收益曲线 啊 我们所讨论的纯收益曲线呢 其实就是零息债券的一个 到期收益率曲线啊 纯收益曲线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称为是 当期债券的收益率曲线 啊 那么这个呢 啊 其实就是说 指的是因为当期 也就是在近期发行的 啊 以近似面值 或者说呢 就是以面值来发行的 这个复息债券 它的这个收益率曲线啊 啊 这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当期债券的收益率曲线 啊 因为这个呢 就是他不需要我们 再进行刚才的债券的剥离 啊 然后呢 直接就可以获得 而且呢 我们待会会有个例子 大家会发现 这样的一个收益率曲线呢 它的形状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纯收益曲线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我们在进行投资决策 或者说对未来的利率来进行预测的时候 那其实可以呢 啊 利用这一条近似的用这条收益曲线来 对我们的未来的利率来进行判断 好 那比如说我们这里呢 那比如说我们这里呢 就是一个十年期的国债 然后这个国债呢 是每半年呢 复习一次啊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从它发行开始 然后到它的到期日 中间呢 复习的次数应该是有20次的啊 或者说我们有获得 可以获得20笔的这个现金流 然后每一笔现金流的这个期限呢 不一样 第一笔现金流是半年 第二笔呢 是一年 第三笔呢 1.5年啊 就这样一次类推 然后呢 我们来看 这个年票面利率啊 就是我们这个年票面利率 我们啊 因为我们这个啊 国债呢 是啊 就是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半年期 然后一直到十年期的 那么它的票面利率呢 我们看到它是不一样的 从3.0 3.3 然后呢 一直到我们后面的 这个5点多 6点多 它会随着我们的 债券的期限的变化呢 这个票面利率呢 会有一些调整 好 那么我们根据这样的一个 信息呢 我们可以利用咱们刚才的 债券剥离 或者是吸票剥离的方法 然后我们来获得啊 这个从半年一直到十年的 零息债券的一个到期收益率 进而呢 来划出这个收益率的曲线 那么在我们这张表里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17期限 然后票面利率这样的信息 那其实这些个 就是说这样信息的债券呢 其实是在我们的市场当中 大家能够去很容易 很容易去获得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就是我们的债券市场上 比如说都是国债 那么大家都可以去找到 半年期的零息债券 一年期的零息债券 然后呢 一年半的复息债券 然后呢 我们对应把它的票面利率 给它记录下来 然后就获得这样的一张表 假如说我们就获得的是 刚好是这样的一个数据信息的话 那么我们对这样 刚才这样的一张表呢 首先我们说这个 我们要获得半年期和一年期的 这个零息债券的到期收益率 那因为咱们刚才那张表里边 本身半年期和一年期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的这个 这个收益率 票面利率呢 就当作是它的这个到期收益率啊 因为它在这一块呢 就是它这一块呢 就是它的到期收益率 跟它的票面利率呢 是非常接近 对我们刚才那这个 零半年到十年期的债券呢 我们是也都是以面值来发售的啊 然后我们对于 从这个一年半开始 就是这种中长期的国债呢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利用咱们刚才的债券剥离啊 我们刚才的这个1.2的 那么五个公式 类似那样的方法 然后我们来计算出 有这个半年期和一年期的 这个到期收益率 然后我们来算它的 1.5年期的到期收益率 然后有1.5年期的到期收益率呢 来进而来计算它的 两年期的到期收益率 然后一次呢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 这个期限总共20期的 这个零息债券的到期收益率呢 全部都把它计算出来 好 那么算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画这个 利率期限结构图了 当然这张图里边呢 我多加了一些信息 那么这张图呢 我们看到这个红色的这条线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 那张表里边列出来的 票面利率的信息 也就是呢 红色的这条线 是我们刚刚讨论的 当期债券的收益率曲线 因为它是面值发售的 然后这个蓝色的这条 这个红色的 红色那条线是 我们计算出来的 零息债券的到期收益率啊 这个蓝色的这条线呢 是我们的这个 当期收益率曲线 然后我们这个 下边这条线的话呢 我们这个是一个双纵轴的一个图 然后这条 绿色的这条线呢 是这两个收益率之间的差 那么我们会看到 在期限比较短的时候 这两个收益率呢 是非常接近的 然后随着这个期限的 这个增加 然后这个两种收益率之间的差异呢 在增大 那么我们从这里呢 从这个蓝色的这条线 和红色的这条线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两条线的趋势 非常的相近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在刚才呢 我们讨论收益率曲线的时候 两种 一个是纯收益曲线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当期债券的收益率曲线 纯收益曲线 就是我们这里 我写的这个叫 G7利率啊 因为G7利率是 我们这个零息债券的 到期收益率的一个 专有名词 是我们马上要 接触的一个概念 而这个蓝色的这条线呢 就是咱们刚才所讨论的 当期债券的收益率曲线 那么这两条线 非常的接近 也就是说我们在某些情况下啊 大家啊 因为时间或者说 我们为了这个省事啊 我们大家可以 对未来利率来进行预测的时候呢 可以用这个当期债券的收益率曲线 来对未来的利率进行预测 因为它的走势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相近的啊 就是对未来利率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走势的判断 使用当期债券收益率呢 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好 这是我们这个 当期债券的收益率曲线 和我们的 把这个复息债券 剥离成零息债券之后 获得零息债券的一个 到期收益率曲线呢 是这样子的 单 Reach